大家好 这是我们家的午饭 包子 包子 肉包 肉包 猪肉大葱馅的啊 猪肉大葱的 我们家经常做包子啊 有的时候是那个 韭菜鸡蛋素馅的 有的时候是那个 放点虾脉皮 素三鲜的 有的时候是牛肉的 纯牛肉 一个肉丸的 有的时候是那个 牛肉大葱的 有的时候是那个牛肉扁豆的 各种各样的馅啊 猪肉大葱的 我是从小就吃啊 非常好吃 北京 那会我老去那个 西四 西四路口的 西南角的西四包子铺啊 吃那包子去 庆丰包子铺 前些年吧 我记得是一九八几年 八十年代末 八八年八九年 那会儿 没有这么多连锁店啊 现在都做的什么玩意儿啊 是吧 现在不灵了 就在西单 十字路口的东南角 啊 有那么一个台阶 完了那个平房 那会儿是独此一家 别无分号啊 那个那个庆丰包子铺 我记得是夏天 那个龙屉 一龙屉一龙屉的 完了那屋子里边都是那种 蒸腾的那种 从那个龙屉上散发出来 那种水气吧 那个香味啊 弥漫在整个房间里 板凳都是木头的 都是木头板凳 那个餐桌 桌子也都是木头的 完了那个人呀 给排队 挤挤叉叉的啊 有的时候还得等坐啊 我印象中只在那吃过一次 庆丰包子啊 还有那个1988年 1988年我吃的是那个 呃 实际上是河北风味的 河北风味的那个保定的 清真的 叫做那个白韵章包子铺 黑白的白 姓白的啊 运动的运 文章的章 白韵章包子 哎呦 也是那小龙屉啊 一屉一屉的 特别棒 打老远就能闻着那香味 在哪啊 就在那个广安门内 广安门内大街的马路北啊 那会儿我们那个采购部经理 伊丽纳贝斯克的刘师傅 刘经理 有时候就打负我给他去买几两包子 回来吃啊 我自己也在那吃包子 特别好吃啊 当然现在一提包子 有的人就想别处去了 是吧 哎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真正的包子啊 鞋子